第七章 二经十分 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鬼晚 累得像条狗 吃得像驼屎 以上就是王许对自己目前生活状态的评价了 虽然老宝子说要让王许去当南纪还债 但其实他干的事情也就是个超低机的跑堂而已 一方面呢 这一年头爱玩龙羊之号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 另一方面呢 就算是做鸭子 也不会招王许这种看上去瘦弱的家伙 如果搞鸡还可以考虑 因此呢 王许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还清那顿霸王餐了 不过他欠老宝子的债有多少 要多久才能还清 那可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按照那何老宝的逻辑 王许每天吃他的剩菜 喝他的残羹 还要住在他这最新楼里的柴房 那可都是耗资消耗 在产生劳动价值的同时呢 王许的负债也在无形中的增加 这一来二去的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把那顿霸王餐给还一上 王许私下里不仅也要感叹 哎呀 这老女人比那猫爷还要黑呀 正所谓 日子苦不能怪父母 运气背不能赖社会 王许也不想着逃跑 因为他实在无处可去 就算是干这些端茶递水的叠床叠背的闺奴 好歹也能供他一口饭吃 于是乎他还真就随遇而安了 腊月初八 天寒地冻 大雪纷飞 有人忙着祭祀先祖 有人窝在家里边喝腊八粥进补 不过还有那么一群人 喜欢来花街逛逛窑子 王许在最新楼已经待了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里他发现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燕黎一直在暗中监视他 或者说 燕黎其实在监视所有具备监视价值的人 而这种达官显贵 在最新楼里是多如牛毛 根据王许的初步分析 这个世界中的燕黎应该是某个情报机构的女间谍 而且他属于那种组织和政府处于对立面的 至于他的任务 很明显就是在这妓院中这个十分特殊的场合 收集一些在其他地方收集不到的情报 基本上每天晚上 王许都能看见这位卖艺不卖身的女侠 在屋顶上飞来飞去 人家在房里办事 他就去偷听 甚至是接瓦偷看 而那些朝廷官员公子王孙呢 也是着实很贱 在外边不能说的大秘密 到了妓院里就会露出来 炫耀也好 贬低倾向对象也好 总之都被这屋顶的女特务给听去了 你要问王许怎么知道那么多呢 很简单 出于好奇 他也干了和燕黎一样的事 这一个月里 燕黎不止一次想要杀王许灭口 但他却屡次失手 这小子看似疯疯癫癫 其实比猴还惊 每次都能化也化险为夷 时间久了 他也只能暂时放弃这个打算 毕竟王许还没有做出任何对他不利的举动 这天晚上 燕黎依旧来到了最星楼最高层的望星阁中 每晚这个时候 无论那些附庸风雅 道貌岸然的书生 或是有钱人家的阔老少爷 都会非常准时的聚集到这里 来听那色意双绝的燕儿姑娘 唱上那么两曲 但见他轻盈夺 轻灵连步自那连后而出 脸上虽然没有半分笑容 可那猫儿般的眼睛 却已勾出了所有男人的心了 斜插着玉书 玉书啊 云半屯 云半土 扇板轻敲 唱起一曲黄金吕 听曲的人们好似都吃了 即使燕儿的歌声已是截然而止 他们却依然呆呆的坐在那 仿佛还沉醉在刚才的意境之中 好半天以后啊 才有那么几个书生回过了神 接下来他们自然就要清尽其生平所学 对才女大献阴美之词 只为博德红颜一笑 可是燕里不笑 他已经一个月没笑过了 虽然一个月前 他也是敷衍假笑而已 但这个一个月 他连假笑都笑不出来了 只因为一个人 那就是王许 王许此刻正靠在这望兴阁角落的一根柱子上打着瞌睡 从一个月前 他每天都会出现在那个位置 燕里出场以前 他端茶倒水 招呼客人 忙着不亦乐乎 等燕里一出来 非常好 这位就歇上了 他的这一行为 本来也没什么 那些客人们根本不会去留意他 伴奏小丫鬟也不会注意他 而其他跑堂的闺奴都傻傻的望着燕儿流口水 而偏偏燕里十分在意 这个是自尊心很强的女人 即使她是在青楼同样是高贵高傲的 不容忽视的 所以王许的行为无疑是一种 一个月 时间已经够长了 足以把一个人逼到忍无可忍的境地 所以就在这一天晚上 那燕里终于忍不住了 二经十分 当王许躺在柴床上 是呼呼大睡之时 有人推开了柴房的门 这个人脚步很轻 无疑是个高手 他渐渐的靠近了王许 就如一个黑夜中的幽灵 连呼吸都没有半点声音 哎 我说你烦不烦 隔三差五就来这么一回 我今天把话说 全说明白了 你是杀不了我的 王许还是躺在那里没动 甚至没有睁开眼睛 但听他的语气 却不像是在说梦话 燕里停下了脚步 我今晚是有话问你 王许叹了口气 翻身坐了起来 哎 问吧 你究竟是何人呢 王许想了想 这么说来吧 我肯定不是你的敌人 你可以放心了吗 那一个月前的事 你怎么解释 你又是如何知道我的真名的 啊 吃霸王餐确实是真的 至于后来的事呢 呃 其实我是从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在我的家乡 有个朋友就艳离 长得和你很像 我那时候确实认错人了 你以为这种话我会信吗 哎 我希望你能相信 因为这就是事实 好 那估计当你说的都是事实 最后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故意与我作对 这话王许可就不明白了 哎 大小姐 我哪里跟你作对了 艳离的语气显得理直气壮 我每晚在那望心阁唱曲之时 你便在角落里打瞌睡 可是在暗讽我的曲声乏背之急 不堪入耳 王许听了这话 立刻大笑了起来 看他的样子实在是没遇到过这么好笑的事 哎呀呀呀 女人呢 真是傻得可以 这艳离呢 还是板着脸 你有什么好笑的 哎这最行楼上下所有的男人 个个都将你艳儿姑娘视为你仙女下凡 你反而觉得她们都如草芥一般 可出现了我这么一个不去正眼瞧你的跑堂的 你却又怒了 你说可笑不可笑 燕离啊怒急返向 你说的对我是傻 我根本不该来问你这个 你便是翻筒罢了 不懂欣赏 为了你这么个人 妄自非伯 却是我的师太 他说完转身就走 哎慢着 王许却叫住了他 那你 我不懂欣赏 他跳下了柴锥 捡了几根啊 碎木头顺手扔进了旁边的火炉里 屋内渐渐暖和明亮了起来 王许关上了门 重新跳回了他的特等席 也就是柴火堆上 知不知道什么是艺术 艺术就是要雅俗共赏 做一个表演者 难道你还有挑选观众的权利吗 如果你不能站着征服你的观众 就干脆去躺着征服他们好了 那样会容易很多 你 眼里的脸仗得通红 可是无言以对 王许的流氓逻辑又一次发挥了奇笑 王许翘起了二郎腿 吹起了口哨 我跟你说啊 我不懂欣赏 但你觉得那些公子哥懂吗 难道非要我把什么话都说得如此明白 如此露骨吗 你这人还会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吗 艳离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答案应该是没有 王许语重心肠的说道 我举个例子啊 跟你解释一下就明白了 比方说你喜欢我 对谁喜欢你啊 王许用巴掌一拍自己的额头 好好好 那比方说我喜欢你 你无耻 艳离低声评价道 不过似乎这个假设更能让他接受 王许不耐烦道 你这老娘们有完没完 说你胖你还喘人了 你到底还听啊 听不听了 艳离哼了一声 也不再打断他了 于是王许接着说 比方说 我喜欢你吧 迫切的想要用你的肉体来消灭我内心熊熊燃烧的月火 只听啪的一声 王许就挨了一耳光 他长淡了一口气 好吧 事实上没有迫切到那种地步 姑且用朝思暮想寝食难安来形容好了 那么作为一个追求者呢 我必须要引起你的注意 有什么办法呢 很明显吗 这投机所好就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于是乎呢 我就没瞒过来听你这一唱歌 不管你唱的如何 好听也不好听呢 反正我就是拼命的夸你 那些个读书之人 似乎得说上一大堆废话 这个 正大哥的 对不对 本质上的潜台词其实是 我是你姑娘你的头号粉丝 希望能与多亲多近 粉丝 啊 家乡话 就是崇拜 爱慕你的人 你的意思是 我唱的如何并不重要 不管我做什么 他们都会说好 王许点头 没错 那些个家伙表面上思思文文的 对你大些殷勤 其实内心无比龌龊 他们的一切伪装 只是为了达成不可告人的最终目的 就是啪啪你 什么是啪啪我 家乡话 燕里紧咬着嘴唇 哼 那你从这不从正眼瞧我的跑堂的 反而算是个正人君子 心如止水 过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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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许这人当真是大言不才 你说了那么多 你的意思无非就是我唱的很差 所以你才懒得听是吗 非也非也 王许十分虔诚的回道 我的意思是呢 你燕儿的曲儿确实不错 但远不及你这人招人喜欢 燕里的胸口明显起伏着 他只能通过深呼吸来平复自己的心绪 因为他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眼前这个谁都看不入眼的 风跑堂的 说的全部都是事实 这世上许多事 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但接不接受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 还是燕里再次开口了 我相信你 你不是我的敌人 或许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自从那天晚上以后 笑容又回到了燕里的脸上 解开了一下心结 他也不去在意王许的表现了 日子就又这么过去了几天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午后 老宝子把王许叫了过来 小脸不太舒服 你带他到街对面去看看大夫 妈妈 你就不怕我跑了 少废话 老年让你去 你就赶紧去 是是是 王许觉得莫名其妙 难道他看上去 就是如此可靠 兼职好欺负的人吗 实事 事实上 老宝还真是这样想的 因为这一个月来王许简直老是到了极点 根本就没有踏出过最兴楼一步 干起活来更能称得上是任劳任怨 所以就给人留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印象 其实老宝子不知道 王许之所以待在这里 是因为根本没地方去 他不是想跑出去这个兴楼 而是想跑出这个世界 王许撑起了伞 背着小柳姑娘 就往那街对面写着妇科圣手的招牌医馆走去 在古代 像小柳这样 缠过小脚的青楼女子 可以说是非常苦命的 平日里行动都极为不便 接客时 得由归奴背到客人的房中 平日里还难免染上一些脏病 或是被逼着喝那红花汤堕胎 前者可能危及性命 后者更是会对身心都造成巨大的痛苦 而到了年老色衰之时 不能接客 也无人问其除身 就只能嫁给归奴了 王许确实有些同情这些女子 虽然在那些嫖客看来 妓女也好 归奴也罢 没有一种被他们当作人来看 但王许却总觉得 给予这些女子最起码的尊重 因为他懂得 那些自甘堕落的人 远比身不由己的人 更下贱 有人吗 王许走进那医馆 却没发现半个人影 来了 一个懒散的声音从屋子里传来 王许一听那人说话 立刻脸色大便 自言自语道 卧槽 不会吧 这个声音是 没错 猫也从后堂里走了出来 毫无忌惮的在客人面前打着哈去 这阴雨天气就是提不起劲来呢 是这位姑娘病了吧 你把她放下好了 可这王许站在那动都不动 嘴里还在嘀咕着 我早该想到了 在机院对面开复合人所 还挂着那么大大言不谈的招牌 还能有谁 这位小哥 你听不见我说话吗 猫也 你还装什么算 快说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集体穿越的形怀 是不是你又玩什么阴谋了你 猫也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戒之色 不过他的话语并未辩 什么猫也狗也的 我就听过兔影 你到底瞧不瞧病 不瞧走人 王许无奈 只好把那小柳儿姑娘放下 让他跟着猫也进了那堂 他在外堂坐立南安 来回夺步 这怎么可能呢 难道除了我以外 所有人都是不同世界中的同一个灵魂 我操 大概只过了半盏茶的功夫 这猫也的声音又一次传来了 外面的小哥 进来吧 带王许走了进来 猫也递来了一张纸 这是要方 用法用量都写的清楚 按时抓要吃了 几日便好了 王许靠近他 瞇着眼睛问 大夫 你是叫古臣吗 这街上的人都知道 这街上的人都知道 我古大夫叫古臣 怎么了 你真不知道猫也二字的意思 猫也也瞇起了眼睛 学着王许呢 犀利的眼神回道 朕金白银一两 拿来 王许整个一字讨没趣 他掏了老宝给他的银子 把钱付了 背起了小柳 就回到了最新楼 猫也紧随其后 把大门给关上 他回到了房中 从怀里掏出了一块金牌 那金牌的正面写着四个大字 大内密探 背面则是猫也二字 金牌的周围还镶着一条金龙 一看就是宫中之物 这小子是如何知道猫也二字的 他自言自语着 一个女子的声音突然从猫也的背后响了起来 这问题应该由我来问你 猫也没有回头 他笑了笑 哎呀 应谣啊 还是这么神出鬼没呢 虽然你是我上司 但一个大姑娘家老是往我这屋子里跑 就觉得不妥吗 你还知道我是你的上司 那该叫我统领了 应谣是你叫的吗 现在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的身份会被一个在医院 寄院跑堂的知道 猫也两手一摊 也许他会天眼通之类的神通之书呢 他的意思就是 我的潜伏工作非常完美 绝对没有露出半点的麻酒 哼 我看你啊 是去对面的最新楼喝花酒的时候 把金牌拿出来现了吧你 我是去 我去没去对面呢 难道你会不知道吗 也不能因为我儿调戏你一下 就给我扣帽子穿小鞋吧你 你 大内内太 如何会出了你这么一个无耻的灯兔烂子 可能是因为我武功特别高 脑子也挺好使的吧 哎 行了行了 这件事我会查明白呢 那小子也好 那百花会的燕梨也好 等时机成熟 一起收拾掉 不就罢了 希望你尽快查明 不要让我等太久了 水英尧说完这一句 就如他出现时一样神出鬼没的消失了 似乎武林高手都是这么酷 来无影去无踪 猫爷的办事还是很有效率的 当天晚上他就来到了最新楼 想要打探打探王许这人的底细 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这晚上来得猛人可不止他一个 哎哟喂 这不是谷大夫吗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 快些来招呼客人呢 这老宝子十分殷勤的凑了上去 谷爷要问他事情 所以也表现得颇为圆滑 哎哟 何姐姐最近看着又年轻了几岁呀 哎哟哟哟 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呢 老宝子笑得眼睛都不见了 哎哟哟哟 谷老弟 你可坏死了 猫爷这人呢 虽然心理承受力挺强的 但此刻也不仅是身体起了一层的白毛汗 呃那个 我跟姐姐打听个事啊 猫爷这老宝子虽然还在笑 但笑容明显没那么灿烂了 这个嘛 谷大夫 你要知道 这最新楼是寻开心的地方 大听事儿吗 啊 他伸出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这猫爷非常识趣 一并相当大的银子被塞进了老宝子手中 哎哟喂 瞧您这客气的 既然是古代不开口 姐姐我又怎么好推辞呢 喂 那个谁 你死人呢 这么半天了 还不上场 猫爷摆了摆手 不必了 我就是问问 姐姐这最新楼近来可来了什么特别之人呢 老宝子的眼珠子滴溜溜这么一转 然后往前边凑了凑 压低声音道 您这可问对了人了 今晚就来了好些个呢 猫爷一条眉毛 哦 姐姐可否与我讲讲哪些个呀 老宝子指了指 二楼的一间上房 江湖上 赫赫有名的 赫家枪二少爷赫文宏 正在内间喝酒 他今天还带了一位姓孙的小公子啊 谁不知他们赫家与那上部的孙侍郎是表亲呢 那孙姓的小子 我看八成就是孙侍郎的 猫爷脸上还是笑盈盈的 心里却在思索着 这倒奇怪了 孙侍郎只有个女儿啊 难道 老宝子接着说道 您再看那边 正在窗边喝花酒那位 乃是立不赵尚书家的公子赵便 瞧那气派 门外的随从就好几十个呢 猫爷此刻眼中啊 看到的却并不是那赵公子 而是赵便身边的一个青年 面无表情冷落冰霜 但那隐在小腿处的骑兵器刃 却时刻透露出可怕的杀机 几十个水从都在门外 唯独这个跟在身边嘛 猫爷心里觉得今晚的事情越来越有气了 老宝子又道 最后啊 就是那边那位 兵部尚书的公子杜逢春 谁都知道 他老爹与那吏部尚书 赵尚书乃是朝中的死敌 而且啊 他今晚也带了不少随从在门外呢 我看还有不少眼熟的 似是那负责城防的呢 他没有把兵官兵二字说出来 因为他知道 有些话点到极止 猫爷心中冷笑 老爹在京为官 儿子全部跑来这江南之地寻花问柳 这兵部尚书的儿子都能调动城防的兵力来假扮随从 这朝廷当真是腐败不堪 就在他们说话间 只见一个跑堂的闺奴 匆匆朝着楼顶跑去 每晚都是由他打开那望兴阁的大门 而每当这个时候 人们也知道 是那燕儿姑娘该出场了 望兴阁也不是人人都能进的地方 如果你身上没有足够的银子 那就别想了 别看每天都有那么多文人默刻往里边凑 人家可都是为了一堵燕儿的芬芳 不惜一头千斤的阔绰子弟 而今晚那几位特殊的客人都踏上了这望兴阁 跟着他们一起上去的 还有一个伪装成妇科大夫的大内密探 猫野 到底的贺文成 孙小征 以及那个冰冷带着恐怖兵器的人士 如何在这部穿越中提到重要的作用呢 到底这王徐本人看到这几个人汇聚一堂的时候会是什么惊悚的场面 到底这穿越过后 他们的故事会产生如何离奇扭曲而且搞笑的因素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鬼喊抓鬼第六卷的第七章第八章 一之后是如何 我们看一会儿啊 看看一会儿能不能再讲点啊 谢谢大家的捧场 咱们一会儿再说